台北县长的时候 马总统是当台北市长 他很清楚在那几年 我们台北县就是高喊穷不能穷教育 苦不能苦孩子 马总统现在高喊这个 我们也很高兴 苏贞昌的意思是说呢 马总统学他 不过这句话到底哪里来 当然事后有人去问苏贞昌说 那这句话是你发明的吗 他说也不是 那这句话呢 其实是在1989年在大陆 其实1987年在大陆 就是一个这个大家流传的话 就是穷不能穷教育 苦不能苦孩子 所以大家也是你超我超你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那苏贞昌没有 他为了演讲效果 不是 苏贞昌没有智慧财产权 我现在要选这个台北市长 我们没有看到他 有苏贞昌超越苏贞昌 或者他只想出来一个台北 要超越台北 那我觉得他这个部分是深色的 那讲一些我说马英九是学他 我觉得这很无聊也没有意义 过去他也常常引用什么 什么毛泽东的谈话什么 我常常讲就是说 卷旗不脚械流窜不投降 说他多么有guts 所以也不会去跟谢翔平搭 后来去搭了 我说大家不要学他 没有原则 那后来去搭了这个说法 你刚刚那个是在台下的那个联访 他在台上演讲的时候 他就讲说 请马总统要住民出处 对啦 请马总统住民出处 不要超他 那后来发现是别人的 请苏贞昌也要住民出处 苏贞昌 那本身他格局也这样 那我